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同志运动会 在法国巴黎盛大揭幕 这项体育盛事不限制参赛者的年龄 运动水平或性取向 只要喜欢运动人人都可以参加 提倡人人平等的运动赛事 开幕典礼自然也与众不同 主办单位鼓励各国展现文化特色 来自91个国家的参赛者 穿着喜欢的服饰入场 让人看得也花缭乱 因为我是gay 我是中国人 所以我必须要来这里 事情像这些都重要 让别人们就像他们 我们也就是人家 我们玩游戏 玩游戏 希望这些人也会有良好的经验 可能会改变一些观众 同志运动会除了有一般常见的体育竞赛 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 譬如音乐会 时装节 电影节等等 各项活动将持续到本月12号 第一届同志运动会 1982年在美国举行 创始人希望可以发扬平等精神 塑造一个灵骑士 不分性取向 传播爱和关怀的社会 NTV7综合报道 加油 感谢观看